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阿根廷G20的峰會會面 我看起來越來越渺茫 為何這麼說呢 早前傳出消息 說他們兩個會談 也派了不同的人 大家去定峰會的前期安排 美國派了財政部長魯欽 和白宮國家經濟委員會主任 庫德羅負責 中方就是找劉鶴負責 但現在美國傳出來的消息 再三強調 尤其是魯欽說 努力爭取希望能促成 這一月底的習特會 或是達習會 以緩和中美緊繃的經貿關係 但是魯欽說 目前做未做 最後有決定 如果要做的話 如果要談 中國必須承諾 進行重大的結構性改革 當然你可以說這些大家在拋 我經常說 如果要談 現在來11月底 都是一個半月左右 不夠 如果你說兩個人峰會會面 不是說小孩子玩泥沙 一定是前期準備工作做得很好 然後會面 然後達成一些諒解協議 如果不是建立做什麼鬼 如果要吵架的話 兩個最高級元才去吵架 大家 底下都被人喊 喊得夠 但現在的問題就是 究竟 怎樣才為之 好像魯欽說法 就是 結構性重大的 承諾重大的結構性改革呢 而且特朗普很重視的一個 哲狼機構 保守派的智庫 他說要首要的中國問題權威 夏德遜研究所 研究中心主任說 美中首腦會面的前提就是 中方必須做重大的讓步 究竟會不會做重大的讓步 如果這個重大的讓步是不能做的 他說是不是這個見面 就會告吹呢 另外就是 這個 究竟這個談判會不會進行呢 或者這個會不會進行呢 中國人民銀行行長逸剛 在一個國際銀行業研討會上 是這麼說的 他說貿易戰是導致 對中美會相輸的中國是真誠希望 就美中貿易的磨擦 找到建設性的解決方案 但中國也是為最壞的情況做準備 逆光算是一個最新的表態 他說 美國對中國的巨額逆差 背後有三點需要關注 第一 就是美國對中國的服務貿易 存在著高達400億美元的盈餘 服務貿易增長是迅速的 年均是20% 第二 美國的企業在中國的銷售 沒有被計算到美中貿易的系統 第三 就是中美向美國支付了大筆的知識產權費用 除此之外 中國出口的商品裡面 外資企業出口的比例45% 民營的比例 都是45% 各有只有10% 逆光說 關稅對美國關注的中國國企 衝擊不大 簡單來說 你衝擊美國 因為很多都是美資企業 在中國製造 出口去美國 很多都是民營企業 在中國製造出口去美國 國企只有10% 所以 你打不到我 我覺得這個說法挺可怕的 民營企業 美資企業 都是請中國人做事的 不只是國企請中國人做事 中國人 中國的僱員 中國的工人 你死你死 國企很有保障 你對我打擊不大 沒所謂 我看到整件事 你覺得中國在這個問題上 似乎好像 沒有辦法 總之我現在沒有問題 例如崔天凱 中國駐美大使 接受Fox News的訪問 有很長時間的訪問 他一直 說什麼 大家都看到 他的回應 一直指控美國 說特朗普對北京的指控是錯的 中國干預美國的選舉 這個說法是錯的 中國將南海的問題 軍事化 是錯的 這個貿易是 美方挑起的 中國不得已是做應對 對於兩隻蝸蝸蝸的相撞 就說你在我家門口 動我 所以我起來反抗 我應對 其實你看我是否 我是否在對方 我是否在挑釁你 還是我是在對方 我只是保衛自己 把這個南海問題 好像已經當了是他的 他的領土 他完全不顧 那裡有很多國家 包括美國的盟國 甚至是以前美國的敵人 去越南 那裡都有領土問題的爭議 領海問題的爭議 即是說現在中國已經一意孤行 我不管那麼多 是否等於問題可以解決 所以我就說 如果用這個態度 似乎11月 阿根廷的峰會 能夠兩個元首的會面 應該 機會不是很大 要能夠解決問題 機會不是很大 特朗普接受 《哥倫比亞國務公司》60分鐘 訪問的時候 他就這樣說 他說 你這樣做是否想逼中國 入衰退 是否想它變成蕭條的情況 就像1929年的美國大蕭條 特朗普就說 不是 不是 不過呢 不是 不是想它衰退 不過 它現在股票跌得這麼交關 可以跟1929年美國大蕭條相比 然後就說 你一輪關稅組織會不會有加碼 他說會 會展開新一輪的關稅攻勢 希望中美雙方通過談判達成 公平協議 中國能夠和美國一樣開放市場 不過呢 現在的關稅組合 對中國懲罰性的關稅 會有機會再多些 內容在裡面 可能會加碼 特朗普也說人民幣貶值 不對 不可以的 不過 最近有個消息傳出來 特朗普向財政部 施壓 要將中國列入 匯率操控國 最後 出來宣佈 為了 希望阿根廷這次支持受的峰會 能夠順利進行 財政部暫時把這個決定壓住 另一個說法就是 財政部不覺得 中國是操控匯率 現在這樣說 你不知道 遲些會不會 會不會最後宣佈 作為另一個貨幣戰的籌碼 你不知道 所以 你要問我 兩國領導人 會不會看到面 我覺得機會 比早前宣佈說 就前期準備工作 少了很多 因為大家在 基本上是加碼 大家互相攻擊加碼 而不是有緩和的跡象 第二 我想說 即使兩國的元首看到面 都不會達成什麼實質的 這個結果 這場貿易戰或者 中美爭霸 其實不是以月計 可能甚至不是以年計 會更長的時間也不定 又是那句 對香港的衝擊有多大 我們看看股票市場就知道 我們香港熬得多久 大家心中有數 深藉口快兩週年 請大家繼續支持我的月定計劃 打開網址就看到 又或者你用PayPal 繼續付款給我都可以 用最新的轉數快用這個號碼 任何銀行戶口都可以轉數給我的 用PayMe匯複銀行的 93315439 都可以轉數 又或者你用這個 八達通的好易比同樣一個號碼 都可以 拍照都可以 你可以寫支票 畫線的 寫這個名字 寄去這個地址 我都收到 你要我的銀行戶口號碼都可以 Facebook PM我 請大家繼續支持 深藉口快兩週年